带您掌握东南亚的动态 首先是曼谷反贪腐监管执行中心 公布了曼谷市府采购健身器材 七个项目调查结果 发现确实存在采购价格过高的问题 有25名的官员参与此项目 而其中一个人已经主动辞职 国有住宅银行房地产资讯中心 发布了今年第二季 曼谷以及周边地区开发前空置土地价格指数报告 比起去年同期上涨了5.8% 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依然是放缓 一些项目甚至可以说是处于收缩的状态 对照2021到2023年各国数据 泰国人均的消费和人均GDP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在东协中是名列前茅 而同时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口购买力低于平均水平 泰国的人均GDP是接近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到访的东地问总统 奥尔塔进行会谈 他强调中方愿意和东地问来朝着三个更高目标 四大重点领域进行合作 其中也包含全面深化战略协作和发展合作 越南昆松省的柏龙县7月28号凌晨到7月29号下午3点多 一共发生了44起地震 不过当地的物理研究院认为这是因为水地发电厂诱发的地震 而预计接下来还会持续发生地震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TVBS大运动家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